今天是3月2日 是旬期的第一周星期一 天主圣言时都陪陪我们 指引我们每日的生活 一起开心地聆听上主在今天 对我们所说的说话 来自《玛丽福音》第25章 那时候君王要对他右边的人说 来罢 我父所祝福的人 来承受在创造世界以来 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的 我再以乡作客 你们接待了我 我衣不蔽体 你们给我衣服穿 我生病 你们照顾了我 我坐牢 你们来贪望过我 以人要回答君王说主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 或喝了就给你喝呢 又在什么时候见你在异乡作客 就接待你 或衣不蔽体就给你穿呢 又在什么时候见你生病或入狱 就探望过你呢 君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对我这些兄弟中 最少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刚才听这段圣经 我们很强调多些 我们有没有做 做了些什么 其实值得我们留意 一开始这句说话 他说来罢 我父所祝福的人 哇 很重要 哪个被主祝福的人呢 其实可以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所祝福的 问题是我们没有感受到 我们是被主所祝福的呢 我认识一个人 他一样都批评的 他批评天地万物 你跟他谈的时间 哇 他不停的 又那个好又那个 就是说很多批评的说话 对人对事对物 看他人其实一批评的时间 其实他都很不开心 或者这样的状态的时间 其实他都很辛苦的 但反正来说 如果我们经验到 是被祝福的一群 我们在生活里面 经验被祝福 如果我们真的 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可以说我们心中有主 我们就会自然地由他作主 或者一个人心中有爱 就自然去爱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自然 见到人家 肚子饿的时候 就给他食物 或者见到人家 口渴就给他水喝 或者是没有衣服 就给他衣服去穿 或者是病 坐牢 很自然的太多 所以不是一个规矩的问题 是一个很自然的行动 来的 我们在主角座堂 其中牧民工作之一 就是特别关于那些堂家组 就是家庭小组 其中一个家庭组里面的 一个小组 就叫学前小组 是那些 羊群和子女 两岁三岁 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和他们聚会当中里面 我们都鼓励 鼓励家长 每晚的时间 跟小朋友分享 分享的时间 都特别想一想 感觉到在今天 在那天里面 有没有一些被祝福的经验 一种被爱的经验 每晚都尝试 使得小朋友 从成长过程里面 都感觉到 一种被主所祝福的人 所以被祝福的人 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祈祷 人质的上主 你是我们的救主 祂帮助我们 能够借助四场的善功 能够全心地归向你 便求你以天上的奋惠 转化我们的心灵 因你的圣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这一级圣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皇 在这里我祝福大家 能够试 心中有主 由他作主 心中有爱 自然去爱 天主 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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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都愿意